1月29日,江苏裔男子称几年前花费2500元网购枕头,店家称是丹麦进口,近期拆开却发现,枕头内填充物形似塑料。 该男子在视频中介绍,其几年前为孕期购买孕妇枕,下单的旗舰店宣称枕头是丹麦制造。 几年后,男子的母亲欲将枕头拆开分成几个,却发现填充物是塑料般的材质。 2月1日,据酒派新闻消息,联系该网购店铺后,客服称该孕妇枕的填充物70%为聚乙烯纤维及低密度薄片,30%为聚脂纤维,是经过专利科技制成的新型填充物。 客服表示,低密度薄片的化学分子性状和塑料同属于大类,但和塑料是不同的东西。 孕妇枕外层为纯棉材质,其内的填充物不会散发味道,无过敏源,可以直接水洗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